投资房产是致富的第一步 然而买的房子要如何决定哪一种产权呢 其实产权人的利益还有责任 都和产权类别是息息相关的 东西新闻还有美国房地产专业团队 宣业地产共同推出了房产致富宝系列报道 继续为观众朋友深入的探讨 好的谢谢主播 民众在买房子的过程 究竟该怎么决定产权如何持有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具有13年房地产买卖 今天的宣业地产总经理Lina来帮我们做介绍 Lina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可不可以先告诉观众 为什么持有产权的方式这么重要 产权持有的方式呢 会关联到这个产权上的这个责任跟利益 责任比如说是谁要付地价税啊 谁来付这个物业管理费啊 这些等等 那利益呢 就是有一些税务上的减免 是谁能得到这个利益啊 或者是其他跟持有房产 房产有关的这些利益 是应该谁来得到 另外就是有关于转移 就是说这个房产到时候 谁来签字才可以转移 或者是有什么 转移上有哪一些限制 也是跟你持有的方式有关 还有比如说债权人呢 能不能来索赔 或者是可不可以透过法庭 来强迫这个拍卖这个房子 来付清这个债务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 还有最重要的很多民众关心的就是 要不要经过probate 也就是所谓的政府托管 就是说其中一个持有房产的人 如果他过世的时候 是不是要经过政府来处理他持有的这一部分 那产权登记到底有哪些种类 产权持有的方式非常多种 可以单一独有或者是夫妻共有 或者是不是夫妻的关系 也可以共同持有产权 也可以透过公司的形式来持有 或者是信托的方式来持有 所以非常非常的复杂 这个议题呢 我们是希望民众能够去找一个专家律师 来帮他们分析哪一种产权持有的方式 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夫妻到底该怎么样共同持有产权 这个是不是Linda可以帮我做更深入的分析 夫妻呢有几种持有的方式 其实最普遍的就是 Joint Tenancy 还有Community Property 那Joint Tenancy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其中一方去世的话呢 另外一方是Automatic 就是不需要经过政府托管呢 他可以直接继承就是百分之百的这个房产 那Community Property 也有另外一个好处 其中一方如果去世的话 他有一个Double Step Up的这个好处 就是说他的Cost Basis 可以直接升级到百分之百 举一个例子好了 有一个夫妻他买了一栋房子 用Community Property的方式来持有 然后先生过世之后呢 他用50万的价钱买 但是先生过世的时候 这个房产的价值已经升值到100万 所以在先生过世的那一天呢 这个他的Cost Basis 就是他的成本价会直接升值到100万 所以如果太太在那个时候 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先生过世以后想把它卖掉的话呢 他就可以以100万的Cost Basis 他的成本价去卖 他就不需要去付任何的增值税 那有没有办法同时享有这两种产权的好处 新的持有房产的这个方式 叫做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那他是结合了这两个好处 就是说有自动不经过政府托管的方式 来把这个房产百分之百转移给 这个还就是还在的这个另一半 然后另外就是说他有Double Step Up的这个Basis 那夫妻有没有可能个别拥有自己的房产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加州市就是因为是夫妻财产共有制 所以另外一半要签一个叫做弃权 他要弃权他的这一半房产 然后给这个另一半 另外呢就是加州因为是财产共有制 所以这不代表说你在离婚的时候 另外一半不可以来这个 就是分这个一半的产权 产权持有人过世了 那如果想把这个产权转移给小孩的话 我是不是一定要透过政府信托 很多专家建议就是用这个信托的方式 就是Trust Family Trust或者是有人Living Trust 来持有这个房产 因为它可以随时修改 你的继承人怎么分配这个房产 但是这个议题复杂 所以我们有专门为了民众设计了一个专题 就是我们在下半年会有一个免费讲座 这是关于Trust的方面的 用Trust来持有这个房产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近期的讲座 我们近期的讲座就是6月17号 在Walna的Quality Inn 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 我们会跟民众分享一个也蛮popular的一个议题 就是如何用自己的退休金账户来投资房地产 而达到延税的这个效果 真的很谢谢Lina来到现场帮我们做这么专业的分析 也谢谢今天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